回到新聞現場 我們來掌握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最近在接受日本的雜誌專訪時 雖然沒有明確的指出中國大陸 但是他提到現在在亞洲 有國家正在藉由武力片面改變現狀 並且表示就算連美國 都無法憑一己之力保護自己 所以應該要考慮的是集體自衛權 不過針對岸田的這番的言論 可能會大幅增加國防的費用 這件事情朝野是表示支持的 但是還是有部分的議員提出些質疑 認為說增加國防的費用 恐怕會導致民眾的負擔增加 3300名陸上自衛隊成員 已經36輛戰車裝甲車 實施年度最大規模實彈射擊演習 魚鷹運輸機更是首度參加 這項富士綜合火力演習 內容定為領導防衛 陸上自衛隊展開從阻敵登陸 到擊敗敵軍的作戰演習 演習共使用57噸彈藥 金額相當於10.6億日幣 日本媒體推測考量到大陸 有可能在日本周邊片面改變現狀 這次演習目的應該是強化 日本西南群島的防衛體制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雖然都沒有直接指明大陸 但他不斷強調印太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更在日前接受日本雜誌專訪時 表示現在在亞洲 有關方面 正在憑藉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 這也有可能對日本安保造成重大影響 他也補充在擔任外相期間就感受到 連美國都無法憑一己之力保護本國 所以更必須認真考慮集體自衛權 岸田也在美日峰會上宣布 會增加一定程度的國防費用 日本的防衛力 抜本的強化 防衛費的相當增額 決定的決定 拜登大統領 從此提出的強強支持 日本執政黨自民黨 已經完成大幅增編防衛預算的建議 並預計在五年之內 把防衛費用提高到GDP的2% 與北約同步調 朝野人士和民眾也大都表示理解 不過也有反對聲音 表示增加防衛費用 必須透過增加消費稅 或是其他預算來達到目的 此舉恐怕會大大增加國民的負擔 記者 廖安宇綜合報導 中國大陸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在今天到了斐济 那麼又跟該國的總統總理會面 也召開了記者會 王毅就輸了雙方將攜手合作 針對基礎的建設 氣候的問題共同發展 不過根據外媒的最新報導 中方並沒有跟各國 簽署多邊的區域學藝 王毅就呼籲周邊的國家 不用過分焦慮 也不用過分緊張 堅定握緊彼此的手 王毅現身斐济首都蘇瓦與總理 穆拜尼瑪拉瑪勾手面對鏡頭 展現好交情 中國同飛機將繼續建設 參與全球應對氣變的多邊進程 這次到飛機還有一項重要的一程 就是同總理兼外長 閣下一起共同主持 第二次中國太平洋道國的外長會 至於王毅此行的重頭戲 大陸太平洋道國外長會 就有十多個太平洋國家共同參與 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也在30號上午發表書面致詞 5月30號 國家主席習近平向第二次 中國太平洋島國外長會 發表書面致詞 習近平指出 中國和太平洋島國有意 遠遠流長跨越山海 不僅肯定雙方在新手機構 明明共同 習近平強調 光是太平洋島國指同道合 風雨同舟 並肩前行的好兄弟 王毅馬不停蹄 才剛出訪索羅門 當時在記者會中提到 大陸和太平洋島國的關係 將繼續奉行四個堅持 包括不論國家大小 並持一律平等的信念 平等相待 不干涉島國內政 相互尊重彼此主權領土 幫助彼此發展經濟 合作共贏 及不針對任何國家 合作不受第三方干擾的 開放包容 雙方攜手合作 針對基礎建設 和氣候問題共同發展 不過此舉也引發 美國及澳洲的高度緊張 澳洲新任外交部長黃英賢 成功讓斐基加入 由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架構 儘管成為第一個加入的 太平洋群島國家 不過斐基總理隨後也打臉澳洲 在推特表示 斐基不是任何人的後院 但根據路透社與美聯社最新報導 斐基30號並未接受大陸對太平洋諸國 將完全參與太平洋的安全 經濟與政治提案 顯然這一場美澳與大陸的外交新戰場 已經正式進入百日化 記者謝海宇報導 前九首富馬斯克在今天 有特別發文大戰 中國大陸的再生能源 發電以及電動車的領域 是全球的領頭羊 並且強調這是不爭的事實 雖然有不少中國大陸的網友 都認為說這可能會是因為 特斯拉的廠商就在上海 不過其實馬斯克 也多次在公開的場合 狂戰這個對岸的人民 還有科技以及頻繁的激戰 也導致很多對岸的網友開始調侃 全球首富馬斯克 在微博上再次大戰大陸 他表示似乎很少有人意識到 大陸在可再生能源發電和電動車領域 正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這番言論其實是在回應 一個推特用戶發布的 全球風電裝機量榜單 大陸不僅以32萬兆瓦之多 拿下全球第一 排在第二的美國 也只有13萬兆瓦 不到大陸的一半 不過也有大陸網友不買帳 直接點破 馬斯克不就是因為 特斯拉電動車廠在上海 才會為了企業利益講這些話 還有網友笑稱 馬斯克大概是掌握到流量密碼了吧 不過這已經不是近期 馬斯克首次公開稱讚大陸 他甚至還被大陸網友戲稱為 中國誇誇群群主 馬斯克還稱讚在大陸以外的市場 也應該要有微信這樣的超級應用程式存在 他在5月11號參與媒體舉辦的線上對話中 肯定大陸勞工勤奮有才華 還願意工作到半夜三點 而美國勞工卻試圖避開工作 相較之下 馬斯克對於美國就沒那麼讚譽有加 馬斯克日前還推文表示 他認為美國經濟可能已經陷入衰退 而且會持續12到18個月之久 在批判美國社會的同時大力讚賞大陸 也難怪馬斯克會獲得 中國誇誇群群主的封號 記者劉嘉宇報導 好來看 存放在巴黎羅浮宮的世界 名畫萌娜麗莎的微笑 在昨天遭到一名男子突襲 這男子有喬莊成坐在輪椅上的婦人 突然靠近畫座之後呢 是拿著蛋糕砸上畫座 並且還狂抹奶油 所幸外面隔著防彈玻璃 所以沒有任何的損傷 但民眾高舉手機 為了不是搶拍摩娜麗莎的微笑 而是民眾搶拍的是上頭的奶油痕跡 根據當地報導指出 這名男子戴假髮 喬莊成坐在輪椅上的婦人 靠近畫座時突然沾了起來 用力砸蛋糕 不過幸好他是有防彈玻璃保護的 所以畫座是沒有受到任何的損傷 但是這名男子呢 他是想要宣揚的是環保裡面 不過被別人質疑說他真的是怪怪的 那麼被警衛趕出去的時候 甚至地上還有一地他撒的玫瑰花瓣 這裡幫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打架完之後呢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他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